分享开心 分享快乐 大家好 我是虫兽 界限突破的徐树已经上线了 显示机枪上线 其实已经上线了 然后从中直播 给大家展示一下界限突破的徐树 他在军争场上的发挥 界限突破肯定是要在木马场 来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 其实我觉得界限突破 他的场里边只是多了一张木马 木马这张牌的出现 让那些控装备能力的武将 他们的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 这个增强是绝对的 无论是灵统 张合 还是各种各样录装备的人 比如说孙上香 二张 吴国泰 包括装备不太容易被拆掉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像什么徐树 徐树的木马只有灵统能炫掉 有张合能挪掉 吴国泰录得掉 如果他们是一伙的话 那徐树的木马他就掉不了了 徐树藏一张闪永远不会被寒冰 所以我说的是老徐树 比如说贾许他带了木马之后 毕竟红过拆跟顺手还是比较少的 也就是说多的这张装备牌 它是一个相当于吕萌的感觉 可以囤牌 这张牌就让整个军阵的节奏被拉下来 有可能会拉的慢 比如说放闪 把多余的闪放进去当防御用 比如说放一些无懈可击这样的牌 那么就是你手牌一出了 你可以把这张牌传到后边去 另外木马这张牌也会让节奏变得更快 比如说我起手 我有长距离 但是由于远主的某一个 比如说远主一个不练师跳反了 无懈可击跳反了跟我一伙 那我就把我的长距离送给不练师 反正我二号反贼我不需要距离 也就是说你在后期也可以利用木马这张牌 来给对方送杀 木马看起来是很美好的 只不过在整副牌当中只有一张 如果说你的对方有陆装备的这样的人的话 木马不要轻易的挂 挂了的话就是送别人的 另外咱们来说一下 说完戒线突破当中这张木马 也跟大家说一下 戒线突破的许述是我给大家做的第一个 戒线突破的这么一个武将的专题 为什么我会选择给大家做这个武将 因为这个武将它和戒线突破里其他所有的武将 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其他的戒线突破的武将 它们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一番修改而已 无论是改弱了还是改强了 它都保留着原来武将的一个特点跟一个属性 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许楚 戒线突破的许楚 许楚这个武将大家都知道 裸一的话只摸一张牌 但是戒线突破的许楚它给改了 就是裸一的话是给你三张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把这三张牌全收入囊中 如果你运气扎的话 你什么都拿不到 你能拿的就是你许楚能用到的牌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裸一的技能 决斗 然后杀 基本牌 然后还有武器 也就是说呢 许楚他的裸一的这个技能 跟他摸牌的这个技能是相符合的 PRP RP好的话 上来裸摸一张 一张杀一张闪一个距离 许楚你就赚大发了 你不仅可以免费打出一个 九杀的这么一个伤害来 并且呢 你在回合结束以后 你还可以挂着你的裸一的技能 你当你下次摸牌的时候再开始 就是增加了许楚裸一的这么一个威慑力也好 还是一个这个打出伤害的这么一个概率也好 因为原来的许楚 你摸摸一张牌摸一张牌落一 对许楚来说太难 本来我就缺牌 然后你还让我摸我还没有杀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给许楚一个技能的这么一个强度的提升 他肯定是比老许楚强的 但是怎么改 他依然是一菜刀 依然缺距离 无论是你裸摸两张牌找一个距离 还是你这个量三张牌找一个距离啊 你依然是缺距离这么一个武将 你肯定不能在原主位经常的选 偶尔碰碰运气可以 所以许楚他依然是需要坐在主攻旁边的 就反贼依然需要坐在主攻旁边 你不能说我有裸玉这个技能 我有过三张牌的潜力 我有抓距离的潜力 我就在5号位选个许楚当反贼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就说他的强度依然还是比较低 比原来强 但是依然就这样 就是你理解我的意思就好 举一个例子 这个周瑜 他改了之后呢 依然拥有英姿 依然拥有反剑 拥有老周瑜的这么一个技能 但是他的技能 英姿被加强 因为他可以保有一个手牌的上限 无论你几血你都可以拿三张牌 在你三血的时候 这个英姿被略微的加强了 对周瑜这个脆皮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但是反剑这个技能 极大的消耗周瑜 周瑜他最强的地方在于反剑强制性掉血 无解 你猜错了你就是掉血 你这一血只有桃酒能救 再就是你运气特别好 你把周瑜受缘的颗酒给反走了 对吧 但是新周瑜改成一个拆迁之后 就是说反剑这个不能掉血了 我可以选择弃牌 我可以选择不掉血 就是周瑜把自己掉不掉血的权利交给了别人 我来选我到底是扔装备 扔手牌 我还是掉血 所以就是说新周瑜他改版了之后 他强制掉血的输出属性没有了 强拆迁的能力也没有 对吧 你不是强拆 如果新周瑜给他改成强拆 你就得把我花色制牌全给扔了 不扔不行 那么他当然强 强拆 无邪可疑都无邪不了 必须扔 但是他不是 二选一 不是周瑜来选 而是对方去选 我们都知道一包当中有个周瑜 他指定一张牌 对方去选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跟队有一个配合 送方PerryK 给流氓鱼送方PerryK 或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周瑜不是 不是我指定 我指定你掉血 还是指定拆你装备 是反肩的 参与反肩 被反肩的这个人去决定 所以他变得非常的弱逼 他跟不上军中的节奏 极其坑逼这个武将 那好 界限突破的这两个武将 我给大家举完例子了 一个是被削弱了 比原来的要扎 要弱 一个比原来强 这个许楚 比原来强 但是强 强不了太多 只是有一个免费的老板的许楚 在那做参照 你会觉得 标峰时代的许楚 过去了 界限突破的要强 好我们来说一说界限突破 许楚这个武将 他跟新许楚也好 还是跟老板的许楚也好 没有任何的关系 甚至说他这个 举荐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多么一张牌的这个能力 也有了一个本质的改变 好 然后咱们来读一下他的这个技能 第二技能呢 是这个珠亥 然后多说一句 就是在我看来 这个界限突破的许楚 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武将 你可以叫他界限突破的许楚 你可以给他随便起个名字 三国里面随便找个人物出来 比如说叫 就叫基友 对吧 三国历史当中 假如说有个男的 他在这个三国时期 他就是一个基老 那么 徐树就可以用他名字 我这个武将就叫基友 然后呢 或者是基老 那么我的这个技能 就是这两个技能 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武将 给他按上四血 给他按上蜀国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的珠亥技能 是其他角色结束阶段开始的时候 如果该角色与此回合内造成伤害 你可以对其使用一张杀 这个杀是无距离限制的 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呢 徐树他这个 这个珠亥的这个技能呢 拥有了一定的输出属性 但是他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徐树你必须得有杀 你必须得有这张杀 好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你珠亥的这个人 他必须得在他的回合内造成过伤害 也就是说 比如说孙泉主 你是反贼徐树 你想在孙泉这个出牌阶段结束的时候呢 哎 他那个结束阶段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孙泉 孙泉他已经弃篮牌了 你想对他进行一个珠亥 必须得是孙泉回合内打出一个伤害来 如果说主攻孙泉起手不忙剧 顺顺叉叉 哎 五牌过了 徐树你是没有办法把你起手的那张杀 对他珠亥了 啊 虽然你有杀 你无视距离 你对他出一张杀 但是你没有办法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啊 第二情况是什么呢 孙泉已经残血了 孙泉残血了 但是孙泉这个时候被勒了 他没出过牌 他没有造成伤害 啊 或者是孙泉没被勒 他出牌了 他出了一张杀 别人闪了 那徐树你就不能用珠亥的这个技能 所以发动珠亥是有一定条件的 一个是你有杀 一个是这个人在回合内 他打出一定伤害的 那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徐树不一帮的人 在每一个跟徐树不一伙的人的时候 结束出牌的时候 徐树都能对他发动一次珠亥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徐树没有这么多杀 还有一个就是徐树的队友不可能 徐树的敌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在他们的回合打出伤害 也就是说珠亥的这个技能输出性有没有 有绝对有 但是不稳定 比较拼RP 好另外呢咱们来看看潜心 那徐树呢 潜心的这个技能呢 它是一个觉醒剂 大家听好了啊 它是一个觉醒剂 什么是觉醒剂 觉醒剂它有觉醒的条件 符合条件你才拥有这个技能 不符合条件的话 你没有这个技能 你没有这个技能的话 你就是白板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觉醒剂当你造成伤害之后 如果你已经受伤 你减一点的体力上限 然后获得戒严 这个建言是什么呢 是呃 是出牌出牌的阶段仅限一次 你可以选择选择一种牌的类别 以及颜色 然后亮出牌顶的一张 如果此牌不为你所选定的那张牌 你就重复一直呃 你就一直重复这个流程啊 一直到出现你想要的那张牌为止 或者你指定那张牌为止 然后呢 你可以另一名男性角色 获得最后亮出的这张牌 并且其他那些牌就扔了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一定过牌能力的技能 他可以刷牌 然后你的这张牌只能给男性 不能给女的 男性包括你自己 虽然你自己是基老 但是你依然是男的 这张牌你是可以给自己的 也就是说呢 他拥有了一个周瑜的英姿技能 就是摸三张 摸三张技能 并且呢第三张牌 你可以选择给你队友 比如说顺手牵羊 你用不出去 你就给你队友 比如说冰凉寸段 你够不着 你手短你就给你队友 比如说是个距离 你就给你队友 就看起来这个技能很华美 四血 双技能五将 并且拥有觉醒剂 对吧 非常的牛逼 看起来是不错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觉醒 这个条件是什么 对吧 将为觉醒 对吧 将为觉醒 大家都知道 这将为觉醒 这是难上加难 将为卡了个五 卡了个加一 就淡碎了一滴滴的 但是徐硕的这个觉醒剂 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造成伤害之后 如果你已经受伤 他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你首先要造成伤害 然后在你造成伤害之后 你已经受伤 那么你要减一点体力上限 获得你的觉醒剂 就是这个建言 也就是多过牌的这么一个技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徐硕在这 别人开张南蛮入侵 我嘎帮掉一血 掉一血了 我就已经受伤了 但是我需要造成伤害 我才能觉醒 他不是说掉一血就觉醒 而是说在我徐硕的回恒内 我还需要再造成伤害才可以 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能不能达成呢 一个是看徐硕你的手牌 比如说徐硕你就是没有输出牌 你满手都是闪 南蛮入侵开出去你掉一血 到你的回合你扔两张闪过 你是觉醒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拥有决斗 有南蛮入侵甚至说有一张杀 你就可以看一看能否觉醒 那当然大家就有人说 那徐硕最好的觉醒牌就是火攻 我回合内四血火攻自己 哎觉醒 就是既造成伤害我又受伤 这种情况有 但是我还没碰上 我相信肯定会有人碰上这种情况的 再就是说火攻这张牌 你到底是火攻自己 还是火攻别人 没觉醒的徐硕是四血四张牌 觉醒的徐硕是三血三张牌 但是每回合能摸三张 那张牌可以给别人 这个就是这个武将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我说完了之后 大家一定会感觉到 这个武将他有觉醒剂 有觉醒剂的武将 绝大部分的节奏都偏慢 什么样的武将有觉醒剂 山包 有觉醒剂的所有的武将 只有一个包 就是山包 不动如山 普遍都是墨迹鬼 从独裁 以独裁张和为代表的 那个这个山包全都是墨迹鬼 张和挪挪挪不出一张沙 独裁盼盼不出一张沙 对吧 然后呢像江维呀邓爱呀 都是有觉醒剂的 刘善啊都是觉醒剂 刘善也是放放放 我就放全 我连让沙我都出不起 我说这张沙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回合内 我连一点伤害我都打不出来 对吧 然后呢那个那个 就是山包里边 觉醒剂的孙策 小白伴 觉醒剂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也就是说这个 拥有觉醒剂的徐树 他的节奏 肯定要比一般的武将要慢 比没有觉醒剂的武将要慢 因为他的技能就决定了他这个武将的节奏 军中的节奏是比较快的 那徐树你的节奏偏慢 你能不能跟得上军中的节奏呢 好看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武将他的丑统度 徐树要觉醒 首先要掉血 也就是说呢 徐树吃一张杀的概率并不是很大 有的人可能弃杀都不去杀这个白板 但是在AOE的时候你是可以适当卖一滴血去求觉醒的 当然队友杀你帮你觉醒也是可以的 但是徐树的觉醒条件我已经说了 徐树的觉醒条件不是掉一血 而是掉一血 你造成伤害之后的 你造成伤害的之后你受伤 也就是说掉血 无论掉血量血 你才可以获得这个剑岩这个技能 那就是说这个大家自己去考虑啊 如果徐树的队友你帮徐树觉醒 你杀徐树四血你杀他一刀 你一定要能保证徐树的下家 比如说是敌人 而且那个敌人裸奔 或者是徐树五谷拿了一张鸣的决斗 拿了一张鸣的男蛮 他能打出伤害 他能觉醒的情况下 那这一血根本就不算卖 反正觉醒要扣上线的 对吧你四血 当然你二十四岁你不可能觉醒的 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意思 就徐树的队友不需要刻意去帮他 除非你的位置特别好 环境特别好 你才可以去考虑这么做 好了然后说完了之后呢 咱们说完了这两个技能 那我们能通过录像来看一看 这个五脚的这么一个特点 大红尽全都不需要 回家里面 要考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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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说没有叙数的话 这个位置当然是最好选成功了 既没身份的倾向性 然后又可以很好的配合一个输出 那好 咱们这里面选了一个叙数 我点将 这是直播 然后随机加了一个房间 那有这个随机加一个路人房间 这个有粉丝 他跟我说话 这个人 我虽然是不是很熟 不认识他 但是他和我说话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伙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孙策菊 看一下就是 其实 其实跟大家说 孙策菊 你不要没事做多余的动作 比如说杀鼠弓了 比如说开南蛮了 这都是很坑的一些事情 会让别人误会的 并且你A掉的 其实更多的是反贼 好 他这里边盲祝荣 盲祝荣 我觉得在我眼里 这是反贼 孙上香 8号孙上香 好 他这都听过了 祝荣呢 他这个开无中 对吧 不跳身份 先各个各种开无中 然后开张南蛮入侵 这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内 咱们看徐优这把牌 徐优他是这个杀 他是没有杀的 徐优是断杀的 他一个AK加闪人王桃子 一张黑杀 好 这A又A出去不连尸掉血 然后他又黑杀一刀孙权 好 这里我暂停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2号武将 2号武将 开南蛮入侵 黑杀孙策 跳什么 跳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分别 就是群内 还是家族房 还是置顶房 还是路人局 这么打的人只有两个字 就是脑残 孙策局这么打的人 就是两个字 脑残 他就是跳脑残 对于脑残 他可能会是你的队友 也可能会是你的敌人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理他 他是你的队友 你把你的脑残队友打了 虽然他是脑残 但是他是你队友 对吧 你不要去打他 他是你的敌人 他是你的敌人 他是脑残 你也不差这一个脑残敌人 你就不要去动他 就完事了 你就把你自己的身份 跳出来 好 然后祝容这边 我不给他标身份 就在我的眼里 他只有63级 我看 我当时也在163级 后来我一看 卧槽 这开南蛮入侵的祝容 是63级 63级 他可能不知道 孙策局怎么打 我们也不能说 他就是脑残 他可能是不会玩 我们不要去管他 他室内 是忠 跟我都没有关系 他是反我杀他 我就是打到自己的队友了 他也有可能是反 对吧 就这三种身份 他是什么 跟我没有关系 我需要做的就是把我的身份跳出来 为什么我要跳身份 第一个8号奶妈 然后曹冲 然后不练师 对吧 还有这边挂AK的这个人 首先我是四血 我是四血 首先我是四血 然后待会我还没有摸牌 就是说我是四血的一个武将 我应该把我的身份跳出来 一个是奶妈可以睡我 曹冲可以人心我 不练师可以帮我撸牌 对吧 那原主中会有个人认为是比较内的 比较比较像内的 当反贼有点远了 他我不知道 咱们这里边先摸牌 肯定是不要动猪容的 我就算我有杀 我也不会杀猪容 就算他是内 我也不会去杀他的 我们这里边有一张过拆 能帮我们跳身份 好 然后把过拆拆了孙侧 拆他的手牌 好他跳中 对吧 我跳反了 他跳中了 因为我当时在直播 他们就跟我说 虫虫啊 你可以虚包一张过拆啊 你可以扔男妈入侵啊 我说我扔男妈入侵 我跳什么 我跳的是不是还是反贼 然后玄优把我的过拆顺走 怎么办 就是说呢 我作为一个反贼 我在这个位置 我选择跳的原因 很简单 有奶 两个奶 曹冲孙上香 全是奶 有鹿的 不连尸 旁边还有一个 寻优 有AK的 对吧 我是四血 我相对不怕突突 而且寻优的手牌 已经完全透明 他只有一张杀 他没有杀 那张杀害他至于来的 他手里只有一张杀 我没有两张 全都是杀的代率 并不是太大 我们看一下 孙侧的这几滴血啊 呃 祝荣A 寻优A 他瞬间变三血 重杀他 他肯定是要闪了 因为祝荣有猎刃 对吧 好 然后寻优再开一个南蛮入侵 不练师瞬间就从三血 被A到 求桃子了 瞬间求桃子啊 然后终会啊 觉醒 就是当时直播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呢 一个是祝荣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他是反贼 祝荣是反贼 是反贼 你就不要开 那个南蛮入侵 你可以杀一刀孙侧 意思意思 因为你有猎刃 对吧 那孙侧盲击你 也是因为你有猎刃 其实孙侧并不怕杀 你这块作为官与张飞 孙侧都不带杀你一刀的 只是因为你有猎刃 他虚了一点而已 那我没有杀啊 我是这个就就就就 压根我就是断杀的一个人 圣手牵羊 我没有办法发动我的猪亥 我就一张杀 AOE我出杀了 宝雪线了 好我们看一下啊 布链狮呢 他是反贼 他撸的是看似内奸中会的这个牌 然后这局比赛啊 再跟大家叨叨一下 就说这局比赛 寻游打的也是有一点急 打的也是有一点急 打的偏奔放一些 然后寻游这个武将的这个烈士在哪呢 就是裸奔吧 你不能给主公拿桃子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寻游打的席在哪里呢 因为两个奶都没有跳 咱们都不给他标身份啊 好这里面暂停一下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如果我是寻游 我怎么打 我是寻游 我怎么打呢 我要等曹冲或者孙上香 跳身份 我再考虑一下 寻游手里面的杀并不是非常的多 而且呢就是说 曹冲跟奶妈 他们俩假如说不跟 就是他们俩假如说 有人是反贼的话呢 你说你兔兔到叙熟到残血 残血 然后那个曹冲人心我了 哗过一把牌 我又什么都有了 就是说 这个节奏是不太好的啊 你可以等一等 因为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AK会让一个人变得 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无脑 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好然后呢 当然他这么打 他觉得真会是那宋觉醒 那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是我的话吧 我可能会等一等 等一等看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这个中会 中会跳反了 他铁锁连环 他铁锁跳反 其实他顺手不顺 这个布链尸就已经很反了 如果室内的话 这个时候收了布链尸多好啊 对不对 趁着布链尸才赶紧收 好我们看一下啊 中会 那中会他知道后边 两个奶当中有一个人应该是忠臣 强行火供巡悠 然后强行这个打草书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个细节啊 中会觉醒没有回血 他选择摸了两张牌 然后他没有摸 他没有用他的拳排异自己 就首先啊 对于他觉醒这个摸牌 我不是很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啊 因为如果是反贼的话 你这个时候布链尸已经一血了 你为什么要摸牌呢 对吧 你可以考虑回血呀 布链尸死了就追忆你呀 就算我徐树死了 就算布链尸死了 你觉醒的 中会带着布链尸追你的一把牌 你依然可以活这样 好他现在排异自己了 他在出牌全都结束了之后 排异自己 你说你说这淡不淡碎 然后扔了一张戒刀 就是说这边AK在这儿 如果你先排异自己的话 你为什么不撑他裸奔的时候 他手里面是个狮子 对吧 这个寻幼至于的牌 是一颗狮子 你为什么呢 不赶紧承认他 就剩一个狮子的时候 对吧 火攻展示是狮子 你把AK撸过来 狮子是鸣的 不需要火攻吗 至于的吗 你把AK撸过来 你兔兔曹冲也好 还怎么怎么地也好 还怎么怎么地也好 怎么地怎么地都行 你先撸过来 你当曹冲把牌都给玄优了 你再兔兔曹冲 怎么地都可以 你不需要这么坑 就是 就是你想一想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觉醒回不回血 好不回血 没牌 没牌以后排不排一字戒 因为说就说这局 如果说你躺赢的局 那种我们大优势怎么打都无所谓的 就无所谓了 这个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 但是我们现在全都是残血 而且就是他这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祝容是什么 就祝容是内奸 这么打都没有问题 我祝容内 反正我开完南蛮入侵 出一张杀 我还是四血 你们随便打 你们去打孙策吧 你别打我祝容内 都没有问题 他内奸都没问题 那你知道就是不练师 跟徐述跟你是队友 然后你残血 好过 就不说他什么了 我们看奶妈 奶妈有杀 就绝对要送孙策觉醒的 哎呀考虑到啊 这个路人觉得脑残很多 这个就是内奸 对吧 这雪游打得这么中 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好就是说这个出牌 孙上上的出牌 我们这个重重棒给大家看 徐运的这个手牌了啊 徐运这个至于展示的牌 大家看一下啊 徐运手牌是 狮子 乐尔 绝斗 陶 陶 陛 麒麟弓 闪电 杀 这乱七八糟 这破烂 陶子他已经救曹冲了 他手里面是有一张闪的 然后还有杀 对吧 基本牌有杀 那孙上上这里边呢 这个奶妈拿五穀去睡 就是你有雌雄双骨剑 你有雌雄 你凉血 那么你这个时候要送孙策觉醒 你肯定是要送觉醒的 不觉醒没法打 他肯定是没有无蟹了 你送觉醒的话 孙策跟你可以阴魂刷刷牌 正常把无蟹刷出来 把玄游放出来 反对都是一血 这边反对还有个四血的注容 对吧 孙上香 你这个时候应该考虑先杀孙策 雌雄刷五剑 直接杀孙策 送觉醒 或者是你先开五谷都可以 就是你开五谷风灯都可以 你可以优先去找一张无蟹 或者过拆 这都是可以的 找个桃子 给孙策发个桃子 这都可以 你在这个位置开五谷 你能是什么呀 孙策先拿牌 所以我就觉得孙上香 如果我是孙上香 我可能考虑直接开五谷 五谷找装备换一换 是不是也OK 然后雌雄刷五剑 多摸一张牌 最后再决定拿破烂去睡群优 好 然后不要说我的出害了 根本我就是断杀了 他这里面肯定是要因我身上香的 因为雪佑这里面是没有桃了 孙策一雪面临被秒的一个状态 他这款杀中会肯定有闪 杀中会 他可以过来考虑杀杀徐树什么的 一雪中会怎么了 三张手牌能没闪吗 我这边徐树爆的是明的没有闪 然后他是反贼 这次跳完了 内奸都跳了 或者说中神都跳了 孙策就是很惨 觉醒之后就没有回忌来血线 一个梅花杀 男妈杀到一个桃子 到我们回合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对我徐树来说 我有一个觉醒的机会 现在就是觉醒的条件 首先我已经受伤 我能打出一个伤害 就是布链石送我人头 这个里边咱们摸到了斧头 也就是说我们有距离 我们有九 我们可以强杀尊策 我们现在缺的是一张杀 无论红杀黑杀 只要能强杀尊策的 就可以考虑 最好是在寻游之前 把它干死 因为一旦寻游出了乐 就崩了 就彻底就崩盘了 可能一个 这个 这个 布链石也好 中会也好 寻游都可以考虑 优先收这个中会 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无懈可击 是在主 这个反贼手里的 要么在祝荣那 要么在中会那 就是说不在祝荣方 要不然人家是 无懈这个火功的 那现在呢 咱们就是需要 布链石的人头 一个我觉醒 我觉醒的条件呢 我说了啊 就我觉到他 他掉血 然后我已经掉血了 我就觉醒了 符合我的觉醒条件 还有就是说前心 咱们可以摸一张牌 摸一张牌 觉醒之后 我可以摸一张牌 我还收了布链石的 三张人头 我能过四张牌 那我先收人 先收人头 然后觉醒 觉醒 然后我再选择去摸一张 是摸距离 还是摸紧囊 还是摸基本牌 那就我自己去选了 如果布链石死了 送我三张牌 有杀的话 我就可以收人头了 如果我认识布链石 我不会挂斧头 我会绝对布链石 这个游戏是这样 布链石中会 注农 我是一伙 我们四个一伙 我们四个人 任何一个人赢 就是我们一起赢 那么如果说我要收你 你不知道我什么牌 对吧 我绝对布链石你 我要收你 你不知道我什么牌 不管你胜桃胜酒 你都应该把人头送给我 然后去追忆中会 一旦雪中就算出了这个乐 也可以相对来说 保护一下这个中会 中会如果有凉雪 武装牌的话 毕竟可以小制衡 对吧 那不过这个乐 中会还可以爆发 所以就是我希望布链石 把人头送给我 但是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送 咱们这里边挂斧头 挂斧头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把人头送给我 我距离都来了 你还不给我吗 但是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 孙上香有桃 可以可能去救布链石 奶妈这里边 可以去救布链石 这就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我要收人头 但是我知道我的牌 你给我 我能带你赢 我们一起赢 别人不知道 可能别人就不救了 别人可能大不了 觉得布链石追忆中会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挂了斧头的话 那就是斧头都挂出来了 有杀孙策就要死 你是不是考虑 这个去救一下布链石 好 他没有救 对吧 那咱们这里面建言 我要找一张输出牌 好 咱们就找锦囊 这里面重重跟大家说 就是你们过去了 你们看到建言了 就是我可以选 我可以选要什么东西 我选的是锦囊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已经有杀了 难道我要一张黑杀 我觉得无所谓 咱们九杀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最好是要一张锦囊 要一张锦囊 假如说是其他的输出 包括过拆什么的 都是可以考虑去拆一下奶妈什么的 包括有乐 如果说真的被奶妈救起来的话 孙上香不救不练食物 我觉得可能有俩头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找上过拆去拆拆奶妈 有可能是没桃子 有可能是有俩头 咱们这里面去九杀孙策 好 他一个桃子 怎么说啊 就是斧头挂出来 他应该考虑去救不练食 因为有一张沙 孙策这边就是掉一血 看一下朱镕的牌吧 这局结束我真没看 朱镕什么牌啊 朱镕两个桃子 总会有两张无限 好 这局比赛呢就到这里 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觉醒 我觉醒的这个节奏是 被逼的 我没有想决斗自己的队友 但是逼到这个份上了 斧头来了 酒来了 你就是要在我的回合 把孙策收了 因为我能过四张牌 我能过四张牌 好 然后呢 咱们就是说一下这局 就是孙上香这个武将 不要在孙策局选孙上香当内奸 那尽量不要选曹冲 在孙策局当忠臣 个人觉得 我觉得曹冲可以不救寻忧 因为曹冲得寻忧这把牌里面 有一张勒布斯鼠 一张勒布斯鼠挺关键的 好吧 这局比赛就到这儿 雪优打的 雪优的发挥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局两个奶都是主中方的 雪优就是说他也没有考虑太多 不管奶是哪方的 他就直接干我了 对吧 那奶都是他们主中方的 所以就算把我打到秋桃 这边两个奶妈也不会救我 他也就是捡着了 但是如果说从正常角度来考虑的话 这两个奶应该有一个人属于反贼的 他这么打容易崩 好 这局比赛就到这儿吧 就是说孙策主 这个都是反贼瞎打 这个祝容开支了男男入军太坑 他不开的话 布莲师不会被压得那么惨 AOE这张牌 除了袁绍打出来的万箭齐发 是收队有球爆发以外 其他的时候真心坑 坑死反贼 AOE这张牌 真是坑死反贼 为什么说反贼不开男 大家去想一想吧 从你刚玩三国杀的时候 有两句话 一句叫反贼不开男 一句叫杀内必输 这两句话 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这两句话 为什么会这样 好 我看一看 我都看不到路多久 我看半个小时 咱们再做一盘 看一看另外一盘 另外一盘的话 好 这盘 这个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们吐槽的一个问题 你们说这个什么视频质量的一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 就是视频这个东西是大家打的 你不要吐槽说质量差或什么什么的 每个人质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看这个视频 只要这局我乐出来了 我笑哈哈了就行 有的人说崇崇崇我听到你声音了 我就舒服了 我就满足了 有的人说崇崇我特别烦你 只要你发视频我过来骂你一句 我就满足了 所以大家对视频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永远就是一句话 爱看看不爱看滚 质量 什么是质量 这个就是真实的三国杀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淡随到请演员来小剧本 二号反贼你咋出 三号你咋出 五六七八号咋出 完事了以后 你们按到我的剧本排一下排下来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 我一直都是就是在没有斗鱼直播的时候 我一直也是有给大家放我们工会的直播 我们的点将直播 或者是这种欢乐的直播 四五个人 甚至说八个人全都在歪歪 哔哔哔哔哔哔的这种直播 我一直就很喜欢直播 因为直播呢 很欢乐 非常的搞笑 很好玩 录播你可以选啊 你可以装逼 对吧 我在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说孙权是个牛逼的舞像 我选舞牌牛逼的孙权 放映你看 怎么样 牛不牛逼不逼 厉害吧 好 我说邓爱是个傻逼白板 我就选舞剧邓爱坑的 邓爱囤天全红桃 囤着他妈十二红桃 每句都是输 每句都是死 我黑邓爱 对吧 这是录播的一个特点 但是直播 我说孙权强 你看孙权强不强 我说邓爱坑 你看邓爱坑不坑 我直播我就给你选邓爱 你看我囤了多少个红桃天 好我没有囤红桃天 你看我能做什么 你看我白不白 对吧 我们不需要去刻意 黑一个武将 或者是捧一个武将 大家在玩的时候 你就有感受 你不信 你过来看直播呀 直播就是这样的 这直播都是随机的 我哪知道这个什么 坐你家沙发 认不认识我呀 我哪知道这个Superman是谁呀 我知道他是来送我躺赢的 还是来坑我的 对吧 这就是真实的三国杀 所以你不需要去吐槽一个牌局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界限突破的徐树 在这种界限突破的场里面 发挥怎么样 好 然后就是淡穗 这几个武将 真心的除了观评 和徐树能选一样 其他的你就干脆别选了 不要考虑了 这个位置当反Z 就说这个徐树这个武将呢 节奏慢 就是他的缺点就是节奏很慢 然后再就是我跟大家说 嘲讽不够 当忠诚的话 你不能替孙权担当嘲讽 你给别的斗逼主攻当当忠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由于我这边加了这个房间 所以观众比较多 都跟随过来了 好 咱们再听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看一下 我现在就可以发动我的技能了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一个是我不断杀 还有一个呢 是在我的眼里 这个是片中内的 他俩这几个都很烦 就这几个在我眼里都挺烦 其实刘峰还是可以当中的 刘峰可以考虑考虑当中 因为刘峰跟张盒不同 刘峰的回合内 是可以出一张杀的 我录你的手牌 我录你装备 然后我摸两张 不断杀我就出杀 而且刘峰他有一定的嘲讽的能力 当然张盒也很嘲讽 好就是他俩肯定是反贼 在我的眼里 绝必没有错 他俩一定是反贼 然后这个虞帆呢 也比较像反贼 当然当中也可以弱一点 当反当中他都不是很强 虞帆就是说比较搞笑一些 对吧 你也不知道你直接的那张牌到底是什么 早期你可以控制这张牌 晚期了你的牌都不够用 哪有牌扔出去这个直言呢 你就随便吧 从牌队里呼一张 是啥 该是啥就是啥呗 然后这边 所以我这边可以跳身份 还有就是说 左慈没有亮什么 那个防御器的化身 比如说如果他亮曹坯了 你就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这个猪害他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简庸呗 说白了 对吧 人家牛逼的左慈 八十个武将 有三将 好牛逼 咱们这里边跳身份 也防张河偷我 当然张河应该不会偷我的 就先考虑 这个玄狱输出 场上就一输出 就玄狱 就玄狱输出 他还是比较偏重的 其实玄狱当中当晚都没事 只不过 这些控场反贼 把玄狱坑成忠诚 对吧 只有玄狱是有输出的武将 好我们看见 他随即给了伪章 他扔牌了 扔张 这个跳反 然后给了我一张 因为我跳反贼身份了 对吧 我也求于藩包养 好 然后张河跳中 咱把身份消掉 这是从自己给大家分析的 就说正常从雪匠的倾向性 跟你能做的事情来说 应该是 福王后跟张河是反 然后还含冰我 好 然后吃桃子 他觉得三学的左慈很安全 这淡碎 南蛮入侵 绝逼不能开 这祝容就在我眼里面 就是内奸 肯定是不能开的 宁肯被张河偷走 也不能开 我们这里边先把寒冰拆了 杀 然后他杀我 他是忠臣 这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乐了 我说 哎呦 卓草和福王后中 我这把躺赢了 这徐玉肯定是反了 对吧 那还有个内 那徐玉和刘峰都不能当内 你刘峰给左慈当内 那不扯的吗 好 刘峰跳反 合我心意跳反了 对吧 那祝容就是内 火杀 那徐玉就是反了 好 好 然后祝容这里边直接是用杀杀了刘峰 然后把青刚撸来了 这是忠臣 或者说内奸 我要不要内奸 好 然后刘峰也是很聪明 那南蛮入群群拼点 就说反贼手里面 反贼摸到南蛮 其实是幸福的事情 因为这个南蛮就开不起来 反贼就被相当好的保护了一下 好 然后刘峰就说了有多少个宗内 就是说他也跳宗了 他就冲不排 左慈现在是简佣 但是他不是那个真正的简佣 他回合那要么选择这个简佣的 就是选拼点呗 你就拿一张牌去拼 拼输了 拼输了给拿回来 对吧 你就选这个强碎 你就不要把小点拿回来了 你就放弃那张牌 放弃那张牌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打出双杀的伤害来 好 那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呢 这里边 福王后这时候他跳反了 对吧 我看见四个宗 我看见祖师祖四个宗 我表示啊 我装逼托管 我不玩了 我托管啊 你随便打 你想想内奸为什么打得这么中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看 他看这个祖宗弱呀 对吧 福王后张和中能干蛋的 那福王后拼拼拼 留牌拼点 张和偷偷偷偷 谁处杀 就得内奸你处杀呀 你一注冲不处杀 谁处杀呀 好 然后咱们托管啊 装逼 看一看 看一看 求内奸跳啊 好 内奸跳了啊 内奸跳了 因为 因为福王后是有距离的啊 福王后给我万箭齐发 给我打无懈 他已经跳反了 然后这个 给福王后足够的牌 张和比较惨啊 拼书了 拼书之后呢 他拿桃去巧遍 就是 我不知道他多少个桃子啊 而且我托管了他还偷啊 就是选张和中的人 绝逼是脑残啊 不解释啊 张和中 你在你在邓爱局勉强当一当 张春华主攻局 你你当一当 就那样了 你说你在 你在其他的这种主攻局当忠臣 你这不是坑吗 福王后有距离 直接杀寻一刀 又补三招 咱们就当张和有桃呗 父亲地快刮木相看 可能桃子被偷了啊 这左慈在哭 我看看啥 我当时在嗶嗶呢 然后 然后这个 就被九杀了啊 然后他又死了 我不知道那件什么桃子啊 可能那件有桃不救 总之主攻肯定是被撸了啊 被撸了桃了 哭了 好 福王后这俩没有拼啊 没有拼点 没拼点的话 不知道 不知道他生什么 估计是有大点 就说左慈吧 他就比较淡碎 你是 呃 好 然后拼输了 拼不过 这没有更大的吗 九是后摸的呀 因为福王后都没有拼那间 你想福王后胜的是什么 顺手牵羊 雷莎 好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时候观众就说啊 诚诚别装逼了 回来吧啊 要躺赢了 快回来 寻语已经死了 那我一看 我有张无中生有啊 对吧 装逼要把无中开了再装 你看张和寿命还有个决斗 哎就弹都碎了啊 张和拿桃子去 哎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是张和玩的也是坑 太坑了 好咱们回来把无中开开啊 看看这一手淡碎的牌 咱们先把铁锁解了 我们这里边呢 这个帮流风 肖逆 他有藤甲啊 此乃梦达之际 非我所约 好 然后现在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 叙述的正规阶段啊 看怎么发动自己的技能 好 拿七点的杀去杀 好 这本就过了啊 因为我没有杀 有杀的话 你可以跟福王后 进行一个配合 让他去这个 录一个人的牌 顺手牵扬 好 大家看一下啊 由于流风 没有在回合内打出伤害 所以没有办法帮他用力 对吧 流风他回合内没有出伤害 这边就没有提示我 要不要对流风 进行这个 主演 就是福王后 早点 跳明自己的身份啊 我们也好 跟他进一个很好的配合 直言劝谏 不具货品 他给了一个桃圆 其实 我的回合内 我觉得收掉张和的概率是比较小 除非硬开难瞒 他拿桃圆机去拼点啊 手里是个什么 大家就看着张和啊 就是你说你撸撸撸 那玩意不全流风的吗 你挪个什么劲儿 你都不提出一张杀 死前贡献一张杀不行吗 对不对 这不等着被爆吗 淡穗啊 你不成兄 心可灭之伞 好 福王后剩的是二领的伞 就是我觉得福王后 要么剩个桃 因为他拿桃圆机去拼张和 一点去拼 肯定是输的呀 那他剩什么 我觉得他剩的可能是桃啊 剩的是桃的概率比较大 正常来说 反对他们半天 应该摸到一个桃了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就觉醒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选择的是 要一张基本牌 为什么要基本牌呢 正常来说呢 建言要锦囊牌 他的这个收益是比较高的 因为锦囊 你这回合就能用 你这回合不能用 你队友下回合也能用 你基本牌的话吧 太随机 你说你想要杀 给你张闪 你想要桃 给你个酒 对吧 这些东西都太随机 那装备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我想录个距离 好 给你个人盲盾 给你个这个 这个加一码 都很淡碎啊 就是锦囊的利用率是最高的 可以百分之百的 有效的去利用 这个所以咱们 可以考虑去撸一个锦囊 因为现在我是希望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我看一下啊 就是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这个给福皇后 一个 是阴的呀 那个阴影 暗的 因为他女的啊 不能给 咱们就给刘峰了 其实我很想给福皇后一张杀 如果那张杀 就是说杀对了的话 就看刘峰能不能打出伤害 如果刘峰能打出伤害来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去 这个 消刘峰的利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就相当于猪害 对刘峰出一张杀 帮他减少两利 张和都死了 他还说人家K流的恶心 你就没招啊 张和这武将 续报啊 决斗都要留手里啊 淡碎 其实这局福皇后跟佐词的 这个拼点较量啊 拼点的这个较量也很淡碎 是吧 人家就是挂纵士啊 人家就说你拼了 我就再撸一张小条 这个没距离是吧 被刘峰空了距离 你就只能杀你旁边那个一番 根本就没有人杀过一番啊 从头到尾 我觉得都没人杀过一番吧 好 左辞就吐槽了啊 其实那间也没干啥 那间就不会接刀杀 那时候捅了巡运一刀啊 好 然后巡运就被九杀了 好 我们是想要一个这个 锦囊牌 看到没有 刷了两张一杀一闪 所以锦囊牌的这个概率是更好的 咱把桃子让给刘峰啊 拿去逗 把桃子让给刘峰 你这吴忠说让他们拿去吧 朱镕左死都是白板 随便开吴忠 爱咋开咋开啊 此乃孟达之际 非我所约 好 我们直接就把这张南蛮扔了吧 宠宠这里边就没舍得把决斗拍出去啊 想留在手里边 要不然可以考虑张八再拍一下 然后这样刘峰的逆就彻底没有了 佛皇后估计也是断杀啊 大家都说腾甲是刘峰的神器 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啊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主中方都很白板 既然很白板的话呢 他们拆不掉刘峰的藤甲也就这样了 其实我这张和我可能会考虑死之前 把藤甲拿走或者是出一张杀 对不对 你拿走了 刘峰挪不回给自己 他只能把藤甲偷了 祝容砍了一刀玄御啊 在我托管的时候 但是那刀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其实我觉得那刀砍下去呢 就是浪费一张闪而已 然后他就被玄御就被九杀了 主要是刘峰手白 偷到都是桃子 就是开始卖萌了啊 你这花色拳吗 还活攻两个人 然后咱们这里边呢 杖八拍出去 因为他裸奔了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秒组 不管住了 我虚报的决斗派上用场了 然后主攻卖萌的挂起一个灰类 裸奔是好事啊 裸奔是件好事 他给我一个酒 这个酒是他特意给我的啊 咱们酒杀 过拆住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卖萌的啊 在这个剑岩一番 我们就找一张基本牌吧 我猜 我找的是红牌啊 对对对 你这这么看啊 看的不明显啊 这么看看的不明显 就直播的时候 看的非常的明显 五个选项 然后我还有一局 我想要一个锦囊 刷了七八张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刷了N张杀 大家都懵了 就为了找一张锦囊 就是 就是 无脑刷牌流了 好啊 然后这个就 就躺赢了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 出牌的这个栏里面 可以看到 许数